北檢我那麼熟 從檢察長到檢察官 我都這麼熟 如果我今天要 我今天要關心一個案子 我是會打電話給他們 還是會帶著一群人去找你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很瞎 這個指控是很無聊 只有檢察官進了去的 那個叫檢察官論壇 裡面很多檢察官在狂罵 北檢啊 那弄到這樣子了 我們去通萬的希望 不要再把資料外洩 那到底錯在哪 誰有辦法干預司法 誰有辦法干涉個案 其實只有執政黨 在野黨是不可能的 部長是誰挑的 當然執政黨啊 檢察官會聽誰的話 但是聽他的長官 他不會聽政治人物的話 檢察官一定是聽他的長官 檢察總長 總長或是部長這些人的話 一個在野黨能夠出來 干預司法 干預個案 我跟你講這個邏輯長 就會被人家笑死 去北檢這個是我們自己 內部有一個決議啊 民進黨的也有在上面簽名啊 對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是這樣 要把它講成這樣 而且我從蔡清祥當部長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追這個 違反偵察不公開的問題 那時候也沒有柯文哲的案子 其實我們從今年的 我二月進立法院 然後三月開始到現在 我們都一直在追這個議題嘛 而且每一黨都在追 三黨都在罵這件事情 甚至上個禮拜的審發會 跟莊瑞雄也在罵總長還是部長 就是違反政策部公開的事 所以我倒不覺得說 我覺得說這個是扣帽子啦 而且我其實這兩天有人問我 我就說北檢我那麼熟 從檢察長到檢察官 我都這麼熟 如果我今天要關心一個案子 我是會打電話給他們 還是會帶著一群人去找你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很瞎 這個指控是很無聊 而且我也在那邊講 你可以去問全國的檢察官跟法官 你看我曾經那個影響過或干涉過 或關心哪一個案子過 真的可以去問 我其實我離開檢方之後 我還是嚴守這個點 我完全尊重院檢的司法偵辦 怎麼辦就怎麼辦 所以即便是柯文哲的案子 發展到今天 你們從來不會聽到我講 柯文哲是無罪的 或柯文哲是有罪 我完全尊重檢察官偵辦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做法 那我們會去北檢 因為已經那天我記得 被扣帽子扣得很兇 然後也一堆綠營的側翼 名嘴都出來罵我 周遇扣也有 也都有 還滿多人的 還有滿多的 我不想點名他 因為沒有必要 我幫你拉台聲勢 所以我覺得我能做到的就是 我說我全程錄音錄影 將來如果你要扣我什麼帽子 我們錄影拿出來 我們關切過哪一個個案 其實我們非常通案的就是說 你地檢署裡面的一些狀況 我們是不是要改進 而且我們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在 就是檢察官論壇 有人一直在狂罵北檢 最近檢察官論壇 真的非常多人在罵北檢 資料外洩的事情 然後我記得有那個側翼的律師 就是上節目就是講說 什麼我們去北檢 然後造成基層檢察官反彈什麼 然後我也是請了我幾個 不同地檢的同仁 以前的檢察官 我問他 檢察官論壇罵我們的多嗎 他說沒有 罵你們的很少 幾乎都是在罵北檢 為什麼一直洩密 所以你看這些側翼的律師 他披著這個律師的外衣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亂帶風向造謠 其實我覺得也是無奈 但是我想大家想一下 偵查不公開是我國的規定 那是不是我們就應該 好好的守法去偵查不公開 而不是一直放消息出來 這是不對的 那我今天只是在 對這件事情有意見 然後不只他啦 還有很多我覺得 這兩天都很多人出來攻擊 那我覺得既然我們走到這一行 你攻擊我就扛下來 對啊 為心無愧就好了 我覺得我做事情是這樣啦 就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我就是實實在在的把事情做好 那如果你真的說我干涉個案 那請問一下我干涉個案的證據在哪裡 那如果你只是要扣一個帽子 毫無證據 那我覺得那個太廉價了 我隨便都 大家隨便都可以亂扣 我們其實這二十幾年 我還是堅持那個做法 就是是非對錯 就是要放最前面 尤其是司法人員 如果司法人員都跟著政客在那邊 搖來晃去 國家真的會沒救 國家還是要有一些比較明辨是非的人 現在民進黨其實一直在打臉過去的自己 其實像委員你們在立法院提了很多 國會改革也是 也是過去的民進黨自己的 那他就是反對過去自己提倡理念 真的叫做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民進黨就是這樣子 其實也是 您剛剛講到陳定然聽了也是滿遺憾 現在民進黨哪有這種精神 所以他其實他六十幾歲就過世 其實我們很多檢察官體系的 大概現在都是中生代 大概都會很懷念他 因為至少他那個時代他給我們 告訴我們的根本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現在你知道其實後來陳定然他在 後期他在民進黨裡面是不受歡迎的 因為他不是一個會隨著政黨 隨波逐流的人 太政治了 他非常多堅持 對 他也不接受官說 他就很堅持 他覺得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我們這些年我們就是一直 follow他的這個邏輯在走 結果反而在現在這個時代 你覺得他如果人還在 看到現在民進黨這個搞法 他應該會退黨 會跟很多你看老一輩的民進黨 創黨那些人 現在都很棄現在的民進黨 估計陳定然還在的話 他應該也待不下去了 待不下去 不然起碼晉聲不說話了 現在很多民進黨裡面還稍有風鼓的 要不然就晉聲不說話 要不然就待不下去了 真的就是這樣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台灣社批評你們 就是立委考察北檢 偵查不公開 台灣社就批評你們這個行為 是傷害了司法的獨立 其實我不知道 傷害了什麼司法獨立 因為我們去很單純的 就是我們要求 就是要注意偵查不公開 我就說這個其實是三黨的決議 然後再來 檢察總長來我們質詢 他的時候檢察總長也覺得 現在真的比較嚴重 他也是好像 因為他的用詞我現在忘記了 不知道是不以為了還是怎麼樣 不恥還是怎麼樣 他一回去他就說 北中南要開這個 委考察部公開會議的要解決怎麼解決 連檢察總長都認為這很嚴重 你再回過頭去看 只有檢察官進了去的 那個叫檢察官論壇 裡面很多檢察官在狂罵北檢 那弄到這樣子了我們去通案的希望 不要再把資料外洩 那到底錯在哪 這個跟干預個案什麼關係 其實真正干預個案叫什麼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桃園地檢署我以前在那邊的時候 你舉個兩個前例 桃園地檢署我之前在那邊的時候 那時候民進黨有一位高層 他就去找當時的桃園地檢署的檢察長 去關說一個案子 就是中立那邊有一個醫院的院長 逃漏稅的案子 他要求承判的檢察官要同意還起訴處分 檢察官不滿就出來爆料 然後後來檢察長就下台 這個才叫干預個案對不對 或者是說我那時候提到以前 總黨那個黃世民那個什麼 馬王政爭那個時候 最早起因就是柯建民惹出來的 所以那個才叫干預個案 怎麼會是我們今天要求檢方 不要偵察不公開 違反 或者是說要求檢方要注意這個點 叫做干涉司法 我覺得有太多人就是被這些政客 貼標籤 他就貼上去之後 然後有些人也不去思考 就覺得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立法院可以去要求 那個北檢怎麼樣 他覺得這個是干預司法 但事實上誰去干預個案 我們今天在乎的是 為什麼一直偵察資料外洩 除非你北檢告訴我 洩漏偵查資料這個沒有違法 如果北檢敢這樣跟我講 那我沒有話說 不然我們就修法 把偵察不公開這條修掉 就以後假官想講就去講吧 那我保證立法院不會有人再去管你 所以我就覺得沒辦法啦 這個國家已經走到亂的套了 那個台灣社他們是這樣講 他們說是什麼政治人物 敲鑼打鼓率領大批人馬 直接干涉司法系統基層 檢連偵查 公開威脅刪減相關部門預算 史無潛力 嚴重侵害行政權司法權 造成台灣憲政危機 這是台灣社他自己的說法嘛 那我是說啦 現在我們面臨的狀況就是說 有非常多的側翼名嘴 跟側翼的社團 其實名團很簡單啊 你幾個人去申請就有啦 對不對 然後你就自己發言你的嘛 不然大家來辯論嘛 你開一個辯論會 就是大家在一起 我們把事實講出來 條文講出來 當天誰有去干預個案 好 那今天張奇凱委員 當天在現場講的是什麼 他說你每年編列那麼多預算 做偵查部公開的教育宣導 結果越宣導 狀況越嚴重 那我是不是要把你的教育費用刪除 他今天他的邏輯是這樣 那這個沒有錯啊 他是對就是說 因為當天法務部也有派人在 他講的是這個 而不是北檢的問題 所以大家就是 截他自己想要的那個端樂 就出來大爆料 事實上我也跟各位說 如果今天照你們講 其實應該這樣啦 誰有辦法干預司法 誰有辦法干涉個案 其實只有執政黨 在野黨是不可能的 因為司法機關的高層的位置 是執政黨給的 部長是誰挑的 當然執政黨啊 檢察官會聽誰的話 但是聽他的長官 他不會聽政治人物的話 檢察官一定是聽他的長官 檢察總長 總長或是部長這些人的話 因為誰要派主任檢察官 是部長勾選的啊 好 那他們會去聽這些長官 他不會去甩外面的政治人物 那上面這些長官 會聽誰的話 就是執政黨的話 所以你跟我說 一個在野黨能夠出來 干預司法 干預個案 我跟你講這個邏輯長 就會被人家笑死 但是很奇怪就是 到底到底什麼 今天到底誰是執政黨 你有沒有考錯啊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文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 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已經成功了 請問我 請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